随公、唐、李商隐 诚姓男友无戒严 九重水省见书寒 春风举国才攻锦 半座杖泥半座藩 一文 随阳帝为南游江都不顾安全 九重宫中有水里会劝见书寒 春游中全国才智的零罗锦段 一半坐御马杖泥一半坐船番 九重指皇帝居住的身宫 省明察懂得 见书寒给皇帝的见书 宫锦供皇家使用的高级锦段 杖泥、马尖垫在马鞍的下面 两边下垂至马灯 用来挡泥土